請台灣競爭力論壇的各組召集人上台 並請我們論壇的總召集人林建甫教授 代表我們各組召集人致謝詞 請各組召集人上台 各位在台上的各組召集人 各位在場的所有好朋友 我是林建甫 我非常的高興 我們論壇五年來 有這麼好的成果 各位召集人 都是從一開始 就是非常挺我們論壇的學界的朋友 當年2007年 就是因為有他們跟我一起站起來 站出來 讓社會曉得 我們有一股中間的聲音 有一股學界的聲音 有一股清流的聲音 指引我們 國家應該如何往前走 2007年 我們了解台灣最重要的 就是要提升競爭力 因為 有各位召集人的努力 我們看到 台灣的競爭力從2007年 在各項的指標 無論是從 洛商學院的 IMD 或者 世界 競爭力論壇的 WEF 到 VERI 投資論壇的指標 各項的國際指標 各項的國際指標 都已經是 紛紛的往前提升 達到非常好的水準 IMD 我們是第七名 WEF 我們是第十四名 VERI 我們甚至是第四名 亞洲的第二名 所以我非常的感謝 我們所有的 各組的召集人 這裡面 我也是非常感謝 我們的執行長 因為有 謝明輝 他是最有執行力的執行長 因為他算是 扶許大家 帶領大家 讓我們能夠把成果做出來 我也非常感謝 我的好朋友 我 台大的同事 他指引我很多 如何思考 如何思考 這種政治的問題 因為我們學經濟的 其實傳統上來 是比較天真一點 感謝 彭錦彭 彭理事長 當然最後 我要感謝的是各位 因為有各位的支持 所以競爭力論壇 才能夠一年大一村 五年來能夠成長茁壯 正在這裡 我跟大家深深的一鞠躬 謝謝